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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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视台军事件20多起 排除爆炸物100多枚 在实战中一次次经历生死 一次次勇往直前 用奋斗激情 诠释青春誓言 这是武警某部搜救排爆中队正在执行的实弹排除演练 赵鹤作为指挥员 陈卓应对着现场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 排爆手张玉聪接到命令后向处置地域机动 由于是第一次执行实弹排除任务 心里难免会有点紧张 有着多次实战经验的赵鹤 一眼就看出了张玉聪的为难情绪 他当即叫停作业 并亲自上场排爆 赵鹤小心翼翼地挖出弹体 将爆炸物转移到安全地带 成功引爆 战场上的赵鹤冷静 稳重 关键时刻冲锋在前 不过初识他的人 怎么看他都像个文弱书生 谈起自己的转变 赵鹤说都源于入伍时 向父母许下的承诺 没出过远门 我爸妈是一起送我上战的 我爸跟我说到部队好干 我想我出去确实得 得干出一些成绩 最起码干好不能给家人丢人 好好干三个字 饱含着父母的期盼 也在赵鹤心中 扎下了不干人后的根 刚到部队 面对与老兵之间的差距 赵鹤奋起直追 开始给自己加码训练 每次做俯卧撑的时候 我给自己定目标 我今天做50个 我明天做51个 虽然我这个做的不是一气呵成的 但是我每天我加一个 我出现我一加到100 最多的一次做了1000个服务生 坚持让赵鹤在超越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2014年 他以全优的成绩走出校门来到部队 做一名优秀的战斗员 成为了他新的目标 我从学校到部队 我就直接来到了任务一线 来到任务一线 我面对的是载图和复杂演训的形式 我觉得这就是真真实实的实战了 实战就是真刀真枪 硬碰硬了 这不仅仅要求我们 研究过硬的军事技能 还要分析反恐形式 让自己练成一颗像上了长弹子弹那样 随时能站 要练就随时能站的过硬技能 赵鹤明白 绝无捷径可奏 威廉好快速射击 他每天进行枪弹结合 出枪激发300次 形成肌肉技艺 威廉好其拿格斗 他主动充当配手 在一次次摔打中 让自己变得更快 更强 如果平时的训练都不拼命 不刻苦 那么一旦战斗打响 那么就有可能就做性命 连性命都没有了 更何谈来保护国家的利益 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警料组 2015年下出的一个深夜 带队巡逻直勤的赵鹤 接到上级命令 处置一起袭击事件 面对穷凶极恶的持刀歹徒 赵鹤在千军一发之际 果断开枪 及时有效地控制了局面 因为他当时是带领那个小组的组长 除了事情 他也是第一个上的 他也是第一个带头 因为我大事要临近的时候 我的头脑会很清醒 反倒是极度的清醒 我就很清楚 我这步要干什么 下步要干什么 我感觉会给我一个 我自己一个明确的指示 我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就在这一年 赵鹤因指挥得当 出色完成任务 融立个人一等功 并被评为中国武警 十大忠诚卫士 光荣当选为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 如今 赵鹤被调整到新组建的 搜救排报中队 任指导员 面对中队技术装备多 操作难度大的情况 赵鹤又开始了 和自己的新一轮较量 他们做什么 我做什么 像新兵一样 也得行业心地 跟大家一起学 指导员也要上一线 打头阵 也要是带队伍的 用实际行动 干出一番天地 这可能就是赵鹤身上 最大的青春能量 入伍九年来 不论是在楚突一线 还是在带兵方阵 赵鹤时刻以冲锋的姿态 诠释着新时代革命军人的 使命和担当 我身边的一些九年后 他们身上反映的 往往是国感 刚毅 认知十足 那我们就要向大家证明 我们九年后 也是有责任 有担当 敢冲锋的一带 我们从不畏惧 艰难困苦 当祖国和人民 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挺身而出 不惜一些代价 坚决完成任务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今天下午在八一大楼 会见了缅甸国防军总司令 敏昂来 许其亮说 中缅两国是世代友好的亲密邻邦 是患难与共的包勃兄弟 中方高度重视 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支持缅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支持缅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支持缅实现国内和平与民族和解 近年来 两军在多层次宽领域的务实合作 成效显著 中方愿与缅方一道 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共同发展 妥控边境局势 维护共同利益 明昂来说 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 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高度重视中方在缅北边境地区的关切 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调 深化务实合作 保持边境稳定 巩固发展两军关系 第81集团军某陆航旅 在日前进行的夜间飞行训练中 通过增加训练难度 设置逼真战场环境 水炼飞行员全天候作战能力 多型直升机按指令编队起飞 在空中组成战斗队形 夜间飞行训练能见度低 空中侦察和训练科目难度增加 同时也对空地协同指挥 提出更高要求 演练中 战机遭电磁干扰失去联络 塔台立即切换通信模式 与战机重新建立联系 引导直升机进入超低空飞行 规避电磁干扰 今天晚上我们组织的是 4机的夜间连战术飞行 打破传统的足训模式 4机低空向陌生机场突防 对提高军队训练实战化水平 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飞行持续到次日凌晨 在长达12小时的训练中 飞行员相继完成了夜间侦察搜索 超低空隐蔽突防 以后快速渗透精确模拟打击等重难点科目 新大纲失讯以来 夜航科目显著增多 战术演练不断增强 夜间多机低空机动 联合突防 提高人员计战水平 为下一步任务打下坚固基础 眼下内地已是春暖花开 海拔4300米的青藏高原却依然是白雪挨挨 西藏军区谋侣在高原野外训练场 组织官兵全员全装多科目考核 实弹设计考核 要求官兵在规定时间内连续完成抚仰角射击 乘车射击和战斗射击 乘车射击中 官兵要在30秒内 击中80至150米外的阴险目标 考核中一场大雪不期而至 在雨雪天气实弹射击 官兵还要克服低温大风 能见度低等恶劣环境带来的影响 这个旅还对多个兵种的专业进行考核 检验官兵的组训教学 实弹射击体能技能等综合素质 为下一步在高原开展针对性训练 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武警部队日前在湖南长沙 组织200多名特战队员 进行搏击集训 训猛的出拳激烈的对抗 训练场上呼呼声唯 参加集训的220名特战队员 来自武警部队的30多个单位 是基层搏击训练的五教头 他们不仅要反复练习 增强击打力度 形成肌肉机翼 还要学习运动解剖学 和运动生理学 把科学理论和搏击技巧有效融合 停 在打圈的肚子 手下来收紧 手要防护好 打圈做快速踩腰 明白吗 好 停 主要在训练中还是发力不够准确 身体不够协调 在击打时不够没想 不能够不足以 快速时对手 上次战斗能力 开始 这是队员们正在进行立项小测试 大家要在10秒钟内尽全力击打手把 以此检验出拳速度和击打准确度 对参举队员来说 真正的挑战不是每天无数次的挥旋踢腿 而是硬碰硬的对抗 在类材上给人的感觉就是对心里是很大的一种压迫感的 然后经过这个现在每堂课的训练 然后我们每堂课几乎就要被摔上百次以上 习惯了以后也就不紧张了 如何把搏击融入实情反恐战斗中 如何采取净身搏击的方式制服暴虎分子 是这次集训的一个重点 部队的特战队员练习搏击 是为了在执行任务当中有效地保护自己 所以在训练中我们一定要秉承 科学实用简单有效的原则 同时呢更要提高我们战士的一拳一腿 包括锁控技术的力量重量 才能进行有效的杀伤 8号10名游客在新疆昌吉一处山区徒步旅行时 遇到雪崩被困 正在训练的新疆军区某陆航旅 接到救援命令后 紧急飞复事发地域 被困人员所处位置在雪崩地带 地面救援力量无法到达 正在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的新疆军区某陆航旅 立即成立双机长救援机组研究航线制定预案 下午6点两架直升机起飞赶往事发地 直升机在狭窄的雪山峡谷中搜索 领航员实时标定位置 飞行到一出山谷时 发现了被困人员踪迹 但由于气象条件异常恶劣 直升机无法确定被困人员具体方位 今天早上两架直升机搭载松九人员 再次起飞 在一处雪山斜坡上 发现了被困人员 救援直升机在空中悬挺 机组官兵利用吊篮将一名被困人员 悬吊上直升机 随着气象条件转好 飞行员在雪山上找到了着陆点 最终将其余被困人员救上直升机 10名被困人员中有一名重伤员 和两名轻伤员 随即医疗人员对其进行救治 救援困难非常大 救援点都在天山的深处 还不很高 好吧有3500米 周围都是4500的高山 因为这个解决比较厚 我们主要采取了高高度旋律的方式 我们迅速啊 一次着陆以后 迅速把地面人员全部一次性的 就收拢上来 上午10点20分 直升机到达机场 机员人员将商者转移到当地医院 目前商者各项生命提升平稳 正在接受进一步指导 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直升机的时候 非常激动 感谢部队的关闭 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七干修所 离休干部马旭 是沃军首批空降女兵之一 今年已经86岁高龄 他曾许诺将毕生积蓄1000万元 捐赠给家乡教育事业 去年9月 老人掀期汇款300万元 昨天下午 他和老伴把最后一笔700万元的捐款 汇至黑龙江省木兰县 来到银行后 马旭老人将自己4月份 刚到期的700万元定期存款 全部汇往家乡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木兰县 用于修建马旭文博艺术中心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文化艺术活动等 加上去年9月捐出的300万元 老人终于完成了自己 捐款1000万元的心愿 本来早就想捐款 钱又少 慢慢攒 慢慢攒 习主席不是说精准扶贫吗 是吧 我得想要 我是共产党员 我得想要号召啊 是吧 我们当兵的时候啊 全国没解放 我跟着解放军走以后 我就想啊 把钱都攒下 给家乡父老兄弟 是吧 他们送我当兵 如果我在家 我早死了 1947年 年仅14岁的马旭 参加155 成为了一名医务兵 随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战后被保送到了第一军医大学 空降兵部队组建后 当时28岁的马旭 封面担负跳伞训练的 为勤保障任务 二十多年间 他共跳伞140多次 创造了第一批跳伞女兵 跳伞次数最多的女兵 和空降年龄最大的女兵 三项记录 上世纪八十年代 马旭和老伴离休后 放弃部队安排的住房 住到了部队附近的一间民房里 专心搞发明创造 他们发明的供给背心 填补了空降兵 高原跳伞供养的一项空白 发明的跳伞着陆时 用的冲击护怀 获得了国家专利 成了空降兵 获得的第一个国家专利 不仅如此 他们还带着自己的发明 去青藏高原做跳伞实验 几十年间 马旭和老伴在报刊 发表了一百多篇学术论文 撰写了空降兵专业的许多书籍 这些发明创造获得的报酬 老人全部存了下来 就这样拒沙成塔 一点一滴攒出了一千万元 然而走进老人的家 记者看到 一边的地上摆满了收集的书报 另一边书柜里 则是几十年间留存的工作学习资料 而他们居住的房间条件 要艰苦得多 房间光显昏暗 墙面已经找不出一块完好的地方 屋内的陈设 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家具 我满足了 我们休息的老人 工资不变 待遇不变 不管大病小病住院 也不花钱 我们捐了过后 我们每个月的钱我们也够了 跟你讲 我们生活很 从我们生活 要不了多钱 所以我们的钱还完全够了 现在 马旭和老伴的生活依然简单而规律 当记者问他 还有什么想要完成的心愿时 老人是这样回答的 我后边我还想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为我家乡 继续做贡献 我虽然老的 也不能 就是混迹当事 老了也得要追梦 要想要打个号召 哪怕与 有关之火 射的游戏的人 国际方面 首先来关注美伊关系 当地时间8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 正式将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 定为外国恐怖组织 这是美国首次将 一国的国家武装力量 列为恐怖组织 当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举行新闻发布会 证实了这一消息 美方称 将采取必要手段 威慑和破坏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 组织和活动 并制裁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有经济往来的 个人和银行等实体 在解释此举原因时 白宫官员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长期以来 在伊拉克等中东地区 破坏着美方的利益 并在全球范围内 从事恐怖活动 在美国宣布 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列为恐怖组织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 将美国中央司令部 及其相关军事力量 列为恐怖组织 在当晚发布的一份声明中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强烈谴责美国的行为 认为这是非法且危险的行径 声明说 美方因为此行为 导致的所有危险后果 承担一切责任 尽管有美国高层政府官员 对特朗普辞举表示反对 并提醒 如果将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将引起严重后果 但是特朗普政府仍执意这样做 那么此举有何深意 美伊针锋相对 又会给中东局势 带来哪些影响呢 来听专家分析 从特朗普总统来说的话 在以色列大选前夜宣布这样一个事件 主要还是为自己为以色列方面站台 我们看到 而伊朗又把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美军 作为恐怖分子 这种你上网来的 我觉得进一步加剧了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矛盾 从未来来看的话 双方的话完全可以把这些武装力量作为打击对象 因为既然是恐怖主义恐怖分子的话 有关国家就可以诉诸武力的手段加以解决 但是呢 对于恐怖组织恐怖分子的定义呢 目前来说到国际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标准的 统一的定义 所以我个人感觉呢 双方未来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在增加 从特朗普自己的判断来说的话 阿拉伯世界不可能对他的这种一系列的决策呢 做出大规模的抵制 包括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到耶路撒冷 承认格兰高地是以色列领土 那么这次又把伊朗革命卫队作为恐怖组织看待 那这一系列呢 他敢这么做的话 一方面主要还是阿拉伯世界不团结 从另外一方面角度来说的话 也说明美国这么做呢 主要还是要向伊朗施压 那么未来的话 对伊朗来说 肯定会进一步提升对美国的这种军事动作准备 我个人感觉呢 美国宣布这样一系列的举措 肯定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的紧张和动荡 同时呢 也提升了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特别是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郊区的战斗已经持续了四天 冲突已经造成包括双方武装人员和平民在内的51人死亡 3400多人流离失所 8号 米提加国际机场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米提加国际机场位于迪利波里市中心以东约8公里处 是目前该地区唯一通行的民用机场 由利比亚民族团级政府运营 当天国民军对迪利波里米提加国际机场进行了空袭 导致机场一个跑道受损 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机场一度被关闭 据报道 目前该机场已经恢复运行 国民军方面则表示 空袭目标仅为米提加国际机场中的军机 并非为了扰乱正常民航出行 有目击者称 8号下午 国民军失去了对已经暂停运营的迪利波里国际机场的控制 并从通往机场道路的阵地上撤退 另有消息称 利比亚西部城市扎维耶和米苏塔拉的民兵武装 近期也加入到同国民军的战斗之中 这或许将使整个战局变得愈发混乱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要想了解更多军事内容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明年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